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今天我要開門見山的 把我們的題目跟各位來做解釋 各位注意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 各位可能會覺得現在的AI有一點略熱 但是我先講第一個情況 特別是在今天有很多包含廣達 包含技嘉 甚至偽創也是稍微有點回到平盤以下 我說你只要懂得一個家族 差不多就已經知道 這個AI應該怎麼走 像偽創家族就是非常明顯的家族 也是我們一直跟各位提到的 那麼我還是要告訴各位一件事 今天的開高走低 尤其某一些正統 而且真的AI的 我認為那是非常健康的 我認為接下來你會發現說 原來真正的AI今天開始上漲的有很多 那麼第二件事情要跟各位說的 我今天都不會給你遮了 因為我覺得如果後面讓你錯過了這些 真正AI還在低檔的股票 真正AI還在低檔的股票 沒有讓你做到的話 你會跟我一樣非常非常的惋惜 等一下說給各位聽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次的AI真的叫做AI資金行情 各位來先看這第一張圖表 這是6月21號我給大家的圖表 我的天啊 Oh my God 為什麼 太快了 我一開始先跟各位講說 那麼廣達一定會超過鴻海 那麼鴻海當時100塊錢 廣達80幾塊錢一定會超過 現在不想超過到哪邊去了 廣達現在已經來到多少 來到248塊錢 後來我跟你講偽創也會超過鴻海 我認為偽創超過鴻海之後 就應該先休息一下 結果沒有 大家跟這個所謂追火車一樣 哩哩啪哩的 還衝到了已經152塊錢 我說有一天偽創跟鴻海 各位看這是市值喔 偽創跟鴻海兩個加起來 偽創跟廣達加起來 可能要挑戰鴻海的市值 因為蘋果時代最紅的叫做鴻海 那麼到了AI時代的話 偽創加廣達應該是最重要的 結果呢 各位知道嗎 你自己去精算一下 今天偽創加上廣達 尤其是廣達已經到了一兆 偽創到了4000多億 偽創加廣達跟鴻海之間的差距 已經不到500億本身的一個狀況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公式 如果你真的從頭到尾去做的時候 天啊我不知道 我常常講說最近到底是誰在看節目 連我自己都覺得腳會麻 到底是誰在看節目 連我都覺得腳會麻 我叫你們超過鴻海 也沒有超過我的速度這麼快 這麼快 這麼快大家怎麼追得上呢 但是不管 總而言之到了這個目標的附近 代表這個AI要開始做一個 正常性質的一個循環了 甚至今天有很多AI正常的股票 我說真正正常的股票 在我以前跟各位介紹過 叫做機器人概念股 叫做機器人概念股 已經正式的動起來了 所以原則上進入AI應用的一個情況 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說我賺不到錢 哎呦老師啊 這個圍影也起去了這樣 這個圍創也起去了這樣 這個什麼 這個建築也起去了這樣 甚至微軟也起去了這樣 那還有沒有機會 我跟各位講 只要你要做錯股票 只要你把AI放到每一個題材裡面 機會自然而然出來 注意喔 我先講一下 有一些可能你看起來現行 就覺得不太對了 各位 我很早就跟各位 跌到3289的儀特 我說3289的儀特不太對勁喔 怎麼可能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突然出現一根高檔往下灌壓 而且這幾天的上漲 它都沒有漲的話 記得如果你有這個股票的 想辦法要來換 汽車跟AI 這種汽車跟AI 沒有太大的一個關係 這是屬於半導體的 各位看到沒有 融資大買 結果從上往下灌 融資大買從上往下灌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似乎他就在告訴你說 哇靠AI沒什麼關係啊 那這個更不用說啦 反彈到今天 如果你還要繼續留戀的話 那是你的事情喔 我說過他是AI或是超微的顧客 他是AI或是超微的顧客 他不是製造伺服器可以給你的 我說過這也是製造 這也是顧客啊 這個也是顧客啊 各位看到沒有 不要見面吃飯是給你反彈用啊 你想想看 前面拉一個高點之後 我認為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到今天 連廣達都在休息的狀態之下 你可能要好好的去注意一下下 像這些股票 包含這個 很奇怪 為什麼這也叫做AI 那麼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你自己要好好去想一想 那麼他第一天就突然之間跌停板之後 一直都沒有反彈的話 那基本上這些AI呢 我認為 有的叫正AI 我不能說人家一定是假 但是有的叫正AI 那第二種情況 今天的散熱也要稍微小心了 為什麼 現在股票其實沒有問題 重點在於說你有沒有低進高出 重點在於你有沒有選對股票 人家現在漲的叫見準 結果你選的叫3324的雙紅 那麼大家在提這種所謂的水冷式AI的時候 今天連東元電機都說 他會做水冷式AI 所以各位看到今天東元是漲停板 如果老師那去買東元 斷買東元是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表示怎樣 水冷式AI沒有想像那麼複雜 連冷氣機的廠商他都說會做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有些股票他下來的時候 你要去想想他後面本身的一個原因 所以AI你一定要 第一個要獨特性 第二個還沒有上漲 第二個第三個部分 其實你這次回到應用端去看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都說這種手臂式的機器人 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現在似乎回來又開始做這些正統機器人了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有的時候 會把你導向一個什麼 導向一個你可能覺得他不對的一個狀態 但是對的股票你要想辦法上來 注意喔 我為什麼跟各位講這麼長一段 因為股票市場裡面只有一個完全不會變的道理 你一定要買在什麼 買在轉折點 買在什麼 買在底部 你一定要買在轉折點 買在轉折點 買在底部 你一定要買在轉折點 買在底部 接下來這一檔股票都還在低檔 而且配合現在的一個時勢 你常常能夠有機會 如果你股票已經等人家漲上去了 你不要跟我講說 老師我今天去買華碩 我的天啊 我相信應該會有這些人說 今天才去買華碩的 那你事情就有點麻煩了 你今天去買華碩跟這個3706的神達 好不好 3706神達前幾天的時候去買 真的是一半一半 你買到音樂達可能解套了 你買到神達現在就變成套老了 你買到的時候什麼 紅機現在變成套老 這麼好的股票給你一做 這叫什麼 好好的股票做到最後變套老 但是有一種情況 你股票在低檔的時候 你股票在低檔的時候 你股票買在轉折點的時候 各位看到沒有 來 這裡 可以買喔 當初大家都說 這麼華金色AI可以買喔 買喔 衝上去了 衝上去我帶你賣掉 後來發現說 原來這個AI沒有很強啊 跟各位講說 因為所謂的 因為人臉辨識的AI 後來政府規定說 不能用這種人臉辨識的工作 所以我今天來 我只跟各位講 這個最簡單的一件事情了 你想要賺這四支停板 一定要想辦法買到轉折 它是AI也好 它是其他題材也好 那麼你一定要能夠低進高出 同樣的 你想要賺到觀光股的錢 你一定要買在底部或者轉折 你買進去之後 這五支停板就是你的 你買進去之後 五支停板就是你的 同樣的一個題材 基本上來說的話 它有的會像這個廣達 會像這個偽創 那基本上不斷的來做一個延續 但是有的他到這個地方 他就要休息了 他到這個地方就要休息了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地方 你該出掉之後 等他拉回來 很久一段時間之後 我必須要講這個夠不夠久 哇這幾天 各位看到沒有 就算你買這個2743一樣 還要等很久 有的買2736是不是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這幾個 要等很久 各位 所以買股票不是來等 買股票是低進之後高出 然後就收工 甚至Oh my God 還是一樣 Oh my God 今天也有利多 各位 埋在這個底部的低檔 他當初也是說他是AI上去 後來奇怪 不過說真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替Oh my God叫個區 應該是很正常的 甚至替我們今天 這個所謂的AI低檔的股票 叫區這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前一段時間裡面 到底是哪些人 那麼掌控了一些平面的媒體 不管什麼股票 通通都叫做AI 那我也覺得很閃不暗 你會不會覺得說 有些股票它竟然是AI 你聽得下去嗎 但是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麼現在來講的話 像這種正式 它真的是有AI本身的一個遊戲 現在也正式要推出 LUMOR相關性的 CAP GBT的遊戲 結果呢 股價竟然連動也沒動一下 所以有的時候 股價在追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能講說叫AI 我們只好順著大家的情況 其實這些叫做什麼 伺服器概念股啊 這些叫做伺服器概念股啊 那伺服器大家現在都已經講到說 伺服器現在的價格呢 從8000塊美金 每一台漲到1萬塊 漲25%上來 好像說每一台伺服器都在賺錢啊 所以基本上是一路上往上漲 甚至各位看到這個 所謂2382的廣達呢 那據說台灣的證券公司呢 已經把它計算到 2025年本身的伺服器 全部都做出來的狀況之下 值多少錢呢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就必須要提醒大家 要稍微小心底下下了 你已經算到三年之後的成績單啊 有這麼厲害喔 這兩年都不會有什麼變化嗎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雖然沒有錯 現在伺服器全世界 排名前面的廠商 台灣第一大廠 就叫做廣達 那麼伺服器前幾名的廠商 其中包含像3231的偽創 這兩檔股票未來三年之內 你都不能夠忘記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似乎也漲得真的是有一段了 那我認為這兩檔股票 如果停下來的時刻呢 大家就會想起來說 哎呦 我們還是要回歸生活啊 哎呦 我們還是要回歸真正的機器人啊 你看今天這個廣民就漲停板 你看今天連所羅門都漲停板 那我們AI朝向硬硬端 低檔還沒有上漲的AI概念股呢 這才是真正的AI 這你自己都感覺的到啊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來 尤其是低檔布局呢 我們都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這樣才夠穩健操作 願意跟上這檔低檔AI概念股呢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我們等您電話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換強 讓您改變散戶的命運 運打投入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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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打投入真心照顧 運打投入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股公司之一 投股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打投股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不要得腸病毒 男君眼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 我不要得腸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換衣服才能抱我啦 有人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 老實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請洗手 上衛生全病毒 遠離我 那麼這個行情簡稱啊 就叫做AI所帶動的資金行情啊 這可能是今年唯一的一波 來自於所謂資金行情 什麼叫做資金行情呢 我相信來這樣子講 各位可能就比較有感覺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麼各位可以從這個3231的偽創身上啊 就開始慢慢的感覺到了 像我們之前跟各位講說80塊錢到100塊錢到120塊錢 覺得很不錯了 很不錯你把它賣掉之後咧 啪啦啪啦又漲到161塊錢 各位看這個6669的圍影啊 那麼過這個端午節的時候我跟你講說 那麼1200塊附近可以買啊 嘻哩嘩嘩嘩的漲到1760嘛 1760嘛賣掉之後刷了又還到2145 甚至呢我相信電視機前面有很多朋友 廣達不曉得做了幾次了 到今天啊 那麼到210塊錢賣掉之後 哇又來到266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你賣掉之後的股票啊 結果咧 賣掉之後的股票結果咧 還會繼續再上漲 這個就有問題了 對的股票賣掉之後還會繼續再上漲 而且後來的股票呢 來我們先講一下 那麼這個是電視喊的啦 我說真的啊 這電視今天 昨天一喊今天鎖上去啊 這也是電視今天一喊 昨天一喊今天鎖上去啊 那麼電視一喊突然之間就能夠鎖上停板 甚至呢這個股票有的時候 大家不分青紅皂白的時候 就把它弄上去的時候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呢就是我跟各位講到 資金行情的一個情況 資金行情沒有人從頭轉到尾 但是基本上來說的話 會一檔一檔一檔 結果你做了半天發現說奇怪 好像滿容易贏的一個狀況啊 甚至有些股票你賣掉之後呢 它還不見得會下來對吧 它還不見得會下來 它就在那邊盤整盤整啊 這也就代表說資金行情還在 所以資金行情還在的時候 我才會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在低檔的AI啊 今天啊好啦講一下也沒關係啊 今天之前跟各位介紹的 這麼低檔的AI 16塊錢的AI都能夠掌停板 那表示怎樣 表示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哎呦沒有那麼多隻手 去把每一支停板都抓回家耶 我也必須要在這個電視機前面講 不可能你每一支停板都賺得到 但是各位啊 你只要能夠願意去做的時候 你今天還願意能夠空手的願意進來 或是假的股票或是錯的股票 願意換成對的 或是呢你沒有高出低進的 你沒有高出低進的 該換的時候就換吧 我看到很多朋友 哎 我還是呼籲一下 我在電視機前面講的股票 你不要等我講了幾天之後你再去買 當然講了幾天之後你再去買 結果呢 你說老師 怎麼會怎麼會掉的 我實在是嘛 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講耶 人家低進高出 你現在告訴我你掉的 這我不曉得怎麼說啊 老師啊這個股票後面還會不會再漲上來 我只能說我帶會員朋友 你問我會員朋友是不是在這個地方就買進去 然後上面的時候把它賣出去 四十幾塊把它賣出去 之後呢 他又慢慢的回來 你說我要每天去給你追蹤嗎 我真的必須要講說 電視前面講的股票 也許有些他是 不斷不斷的上漲的 那當然OK我們會去做 但是很多在三支停板之後咧 注意喔 三支停板以上的股票 當然第一個不然就獲利一半 第二個不然就低進高出 第三個部分來說的話要考慮說 如果它還會再漲的時候 才會採取一個繼續買進的原則嘛 而且我想三支停板之後 它漲的速度會比較慢 比較少像這種所謂的廣達跟偽創 三支停板之後又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直漲 其實我們賣掉之後他們漲的速度都比較慢很多啦 所以我也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很多股票現在已經在進入資金的行情 很多股票在進入這個資金的行情 有錢你就給他賺 有錢你就給他賺 你管他說現在他叫做什麼名字啊 反正保瑞也能夠創新高 現在也是上千元的股票啊 6669的圍影現在也是上千元的 6669的圍影現在也是上千元的股票啊 那這個第一個在AI嘛 第二個各位看到沒有 在於所謂低估方面的股票嘛 华安我一直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如果說啊 好啦現在就講答案也沒關係啦 如果說4743的合一啊 第三期臨床之前是100塊錢啊 我是不是跟你講 那這個時候6657的华安 那麼在當時啊各位看到沒有 在60幾塊錢在80幾塊錢 你當然可以買 因為既然合一第三期臨床的時候 在糖尿病是屬於這個價錢 那基本上华安就不應該低於他太多嘛 是不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股票市場是可以比價的啊 股票市場是可以比價的啊 股票市場是可以互相之間做比價的一個情況嘛 對不對 這就是你要找股票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 而且AI它會不斷不斷的開始 進入一個生活上真正的領域啊 我是說實話一點 我前面那段時間喔 我發覺那個AI走得有一點不太對勁 因為為什麼 因為 真的要點嗎 真的 好啦不管我們講猴基比較好 那麼基本上來說 這你我已經講那麼多次了 後來人家也開始承認說 那這個的確4938的合作 這個跟AI之間的製造業並沒有絕對性的關係啊 反而是跟台積電所講的 PC到現在沒有消化完畢 比較有關係吧 各位啊 跟這個PC還沒消化完畢比較有關係吧 你不要說老師 國塑那麼AI來了 他國具啊 AI來了他也會漲 幹他什麼事啊 幹他什麼事啊 人家這個有自駕車的 人家這個是真的有自駕車的 你來找我我一定會幫你過濾這些題材 但是這些題材要過濾 真的必須要有很多的經驗 因為有些說穿了一件事情 連我都沒有辦法完全去辨識說 到底這個股票 我就直接講沒關係 結果這個股票到底是不是真的具有所謂的 AI本身的一個所謂的水冷式 本身的一個設計的一個能力 就算你有這個能力 人家要不要找你設計 那也是個問題啊 對不對 6125的廣運 哇那前一段時間飆得超級無敵凶啊 所以寫了六個方案 我相信他有能力可以做啦 我相信他有能力可以做啦 但是問題來了 他現在要不要去接這個單子 他有沒有能力去接這個單子 慢慢的我們要開始考慮啦 那你說2308的這個台達電 屬於這種所謂水冷式的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水冷式本身的一個散熱系統 基本上他都沒有漲了 那其他的股票拼拼拼拼一直猛漲 今天連1504的東元也說這個叫做水冷式 4523的這個永章啊 也跟水冷式有相關啊 哇我的媽呀 這麼跟各位講說 但是至少知道一件事吧 為什麼會漲 為什麼只要市場上面還在探討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漲 真的叫做資金行情啊 這叫市場上面求之若可 這樣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有一聽到求之若可 一聽到一支股票馬上就衝進去 然後稀哩花啦就是四支停板上來 所以這錢沒有你想像那麼難賺嘛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有的時候真的 你不能等人家全部都來打開啊 我認為接下來呢 這些事情就應該會很重要了 第一個呢 那麼各位也知道 生技展就是真的到了 這次再也沒什麼話好說 就真的到了嘛 那這個全方位健康管理這樣的一些 各位也看到最近什麼 常家智能對不對 都在漲停板啊 那這種股票當然更有機會啊 而且我跟各位介紹的股票 不會說你真沒有成交量 沒有成交量那做的不好做啊 然後呢重點在這個地方啊 欸 連漲四支停板之後假設 連漲四支停板 欸 開始限制交易了 我們下車吧 繼續漲啊 繼續漲啊 連漲三支停板之後 欸 限制交易我們下車之後 還在漲啊 可見大家現在對於AI現在來講的話 是真的還具有一定的狂熱啦 不過我先講第一件事情啊 明天呢 很高的AI先不要追了 因為今天已經在告訴你答案了 今天已經在告訴你答案了 明天很高的AI呢先不要追了 很高的AI先不要追了 因為基本上來說的話 如果能夠追高也有錢 低檔進也有錢的話 欸 股票市場裡面 有一種一定是對的 就是低進高出那一定是對的 那這種呢不管在任何一個行情底下 都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是呢第二種狀況 假如呢我看這個股票雖然有點高了 跟他拚了 五日均線也追 十日均線也追 角度線到了也追對不對 跟他拚了 結果呢還有創新高 欸 各位啊 我說真的一件事呢 這個叫我一個人我覺得我一定敢 但是問題是如果叫我帶一百多個人說 欸 老師 微軟已經長了三支聽板了 我們再跟他拚上去 喔 說這句實在話 我說真的一件事 我拚對了你們會給我拍拍手對吧 也不見得啦 拚錯了咧 哇 老師你不會做高票 老師你有夠寒慢咧 叫你不要追高你給我追高 我不會給你唸 我都是時間到了 該下車就給你先下車好嗎 哎唷 微軟 微軟又拚下去好嗎 來來來來 跟他拚下去 來 老師 欸 這裡到了一千六 我們再給他拚拚看會不會兩千 欸 下車就下車就沒關係啦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後面那段留給大家賺嘛 後面那段留給大家賺 況且我們也不是沒有換股票回來賺啦 一再換一檔低檔的股票 低檔的股票標起來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買在低一點的時候 那個基本上那個速度都是最快的時候 大家都會最有機會 我也希望大家呢 朝向這個精神 所以股票市場假如 追高跟這個所謂低檔都能賺的話 基本上那叫資金行情 但是我認為明天這個資金 因為各位看到今天資金的量了 就有一點降溫了 那麼明天這個資金還會再降一點點溫度 繼續來做一個整理 所以各位要來注意一下下 我每天都會幫你想這些事 我每天都會幫你想這些事 你跟我們之間唯一的分別呢 跟我的會員唯一的分別是 你可能聽到一個什麼華碩就衝進去 你可能聽到一個神達就怎麼衝進去 你可能聽到一個什麼東西就衝進去了 我問你這麼好的行情 你是不是應該要交一點會費 這麼好的行情 你不一定選我啊 你可能去找一個你覺得你可以信任的 那麼這麼好的行情只要有過濾 只要他不是那種色飛標型的老師 只要他願意低進高出 只要他願意穩健操作 那麼總比你在那邊這支股票 結果如果你今天神達給我套牢的 廣達那個什麼紅機給我套牢的 人保套牢的 合碩也套牢什麼加幣齊套牢的 什麼今天還漲領買協議機套牢的 萬債套牢的 趕快來找我們至少這些 該不應該亂追的股票 我不會讓你亂追 那麼漲上去他會拉回來的股票 我也不會讓你留下 這才是最大的重點 還沒漲上去的股票 我會帶你進場 漲停 漲停 再漲停 該付出的時候就是要付出 該行動的時候就是要行動 這才是把握行情最好的方式 我們等您電話 咱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黃靖哲老師聲明書 近來網路詐騙猖獗 利用黃靖哲銷向發送LINE訊息 提供不時的股票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請拨打運答投顧公司電話 02-2781-0909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RSI九大要領 急迫指標盲點 太弱換強 讓您改變散户的命運 運答投顧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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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0909